著名舞蹈艺术家陈爱玲 今日再度做客《你看谁来了》 有请大来宾 她又将带来哪些新鲜事 这一转眼好几年过去了 今年七十几了呀 八十一 我的天哪 关键爱玲老师我们去年听说 是舞台上受了一下伤是吧 当时在排练场嘛 当天就对了 在排练场就咕咚 挺响的 天哪 老振荡 老振荡 三扇大门逐一开启 是谁的出现让她惊喜不已 你看 谁来了 答错了 我本来猜得很对的 又是谁的出现让她难以置信 你看 谁来了 答错了 真没想到是你来了 真想不到吧 真想不到今天了 又是谁勾起了她乘风已久的回忆 终于猜对了一个 哎呦 哎呦 上年的喜遗歌是您的作品 哎呀 真好想不到 哎呀 我们放一下放一下 咱们回忆一下 来 本期你看谁来了 精彩马上开始 这里是天津卫视大型感恩互动谈话节目 红毛要酒 你看谁来了的节目现场 有请杨峰 杨伟诺 今天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天津卫视大型感恩互动谈话节目 红毛要酒 你看谁来了的节目现场 欢迎大家 欢迎 好 那么今天呢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是哪一位呢 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舞蹈艺术家 陈爱莲老师 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认识她 她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舞蹈艺术家 她被誉为中国当代舞蹈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 她以八十岁的高龄再次主演舞剧《红楼梦》震惊世界 她就是著名舞蹈家陈爱莲 今日再次做客 你看谁来了 她将为我们带来哪些新鲜事 在我的感觉当中 我妈就还是原来的那个样子 就是她还是四十岁五十岁的那个样子 就好像没有变化过 因为她思维能力那么超强 然后她所有的事物 都那么朝向亲力亲为的 三扇大门的背后 又有哪些好友即将惊喜现身呢 掌声有请大来宾陈爱莲 掌声有请大来宾 有请大来宾 亲爱的爱莲老师好 欢迎你 哎呦太美了 就得跟你拥抱一下 好久不见了 陈老师你说 爱莲老师 我一直觉着啊 就是您仿佛真的是没有变化这么多年 然后我就觉着感觉八十多岁了 我老想上去扶您一下 其实完全没有问题 陈老师说了 你只要一扶他吧 他就老想跳双人舞 就是扶把 就只要是一搭把 他就是一个双人舞的感觉 哎呦哎呦天呐 他就要搭把 你知道吗 对对 我第一次采访呢 爱莲老师的时候 他说我已经七十二岁了 啪就下了个岔 这一转眼好几年过去了 今年七十几了呀 八十一 八十一 我的天呐天呐真的是 没办法 关键爱莲老师我们去年听说 是舞台上受了一下伤是吧 去年在做一档节目的时候 排练 当时什么情况啊 不是我们在试动作嘛 试动作这个 所以这个肯定是 搭档 他这个比较生嘛 没有默契 对没有默契 所以踹的时候踹下去 我这么站着这么 我就往下下腰 下腰当他的脚 踹着我的肩膀 然后就慢慢慢慢顺着 正好下去没问题 但路做不好的时候 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容易出现 那么就咯咚一下 那么咯咚 就是脑袋就 啊 着地了 对对对 天呐 脑震荡 脑震荡要 第二天还要参加节目了 当时在排练场嘛 当时就对 在排练场就咯咚 挺响的 然后呢 我自己也觉得确实很疼 就感觉有点那个 晕了 状况 对 大家也很害怕 马上服务就做起来 当时很多就是说 大家也挺爱护我的嘛 就是说是不是要去医院 什么的